宋明浩受尽委屈却无处宣泄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最近播出的韩宗认识的哥哥中 前来了Winner当嘉宾 在节目中以竞选学生会长的概念 各个成员使出了浑身法术 只为能够成功当上学生会长 当在进行候补选手采访时 主持人提到了宋明浩整双眼皮的事情 之中一名成员为此解释道 明浩原本是没有双眼皮的 但因为活动宣传再加上有不眠症的关系 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所以才会有双眼皮的 随后宋明浩也为此解释道 我真的没有做过双眼皮手术 双眼皮突然就长出来了 随后也透露 因为双眼皮的关系 承受过了很多的压力 因为真的有人觉得我去做双眼皮手术了 觉得委屈所以得到过很多的压力 而且宋明浩也不喜欢有双眼皮的自己 江湖东也安慰宋明浩 只是因为双眼皮突然出现 觉得尴尬才这样的 来看看韩国网友对于宋明浩 种形这一世有什么看法吧 讨厌有双眼皮的宋明浩也太可爱了吧 只要好好睡觉就好了 明浩啊 不管你有没有双眼皮我都喜欢 有双眼皮也很好看明浩啊 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从单变双眼皮的大有人在 不要因为整形谣言就受伤 只看好的一面吧 已经适应有双眼皮的明浩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单眼皮的宋明浩呢 还是双眼皮的宋明浩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浩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浩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浩